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呀 没想到是个大名的在一起见面 竟然是一个做饭的吃播 其实在这之前本来还应该有一个生日的视频 但是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差了 加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路上 所以最后那个视频就难产啦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可以顺利成功的发出来 本来这个视频是有声音的 我是一边讲着话一边在录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我看的时候 就发现好像听不太清我讲话的声音 都是这个锅在那里滋滋响的声音 所以我就来后期配一个好了 冬天到了嘛 就是要吃点热火的东西 晚上的时候本来只是想去附近的超市 看看有没有半额的肉或者是便当什么的 然后我以前看到了这个Sukiyaki 就很馋 住饮突然犯了 就买了一堆食材 打算自己回家做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做 就是说足大一个手忙脚乱了 之前在国内吃的时候都是煮多少放多少 但是我看了好几个视频 他们都是这样子一下子把所有的食材全部都加进去 所以我也就尝试了一下这么做 但是事实证明这么做就是会吃不完 这个香菇也是我自己改到的 我怕好丑 就把这个菜叶放下去 好接着我们就只需要等它煮肺了 来 放一次酱汁 OK 看 单手操作有点麻烦 我的这个猪排饭都要被我炫完了 Surprise 是不是肉眼可见的胖了很多 其实这也是我这几个月很少更新社交平台的原因 因为就是我家里人觉得我太瘦了 然后在家的这段时间都会被强行的 投喂很多的东西和饭 加上就之前可能三餐什么的都不太规律 回家之后呢都很固定 每天都吃的很多 所以一下子就胖起来了 哈哈 不过 最近有在控制了 因为感觉确实人胖起来之后 拍照啊拍视频什么的 都没有那么好看了 所以希望这个冬天可以 一点一点慢慢收下去吧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跟大家说 拜拜咯 晚安 祝你们做个好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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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